两个人可以见面 就是这次 好想握的灯 紧紧抱住妻子 露出开心笑容 她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唐先生 6月8号染疫后 住院插管治疗 鬼门关前左一周 终于在7月5号顺利出院 明明伏伏的 会部啊 连转个气都 头都会晕啊 很欲慢 所以有时候想到 半夜都会哭 而且看不到老婆 孩子 能够痊愈时 在得来不应 根据预料显示 唐先生在5月中 前往桃源关疫工地支援 当时和老板同事 一起到夜市吃饭 到这四人通通染疫 感染源还不明 之后她又将病毒 带回花莲 拖了近三周才确诊 造成一家三口 和太太娘家亲友 共及7人染疫 让她相当自责 一群人夜市群聚 无故中标 成了跨县市 大型感染链 索性家人 全部轻症 解除隔离 如今最严重的 唐先生也顺利出院 她十分感谢医院 守护住她的健康 可以让她和家人 再次团聚 紧握住妻子的双手 再也不会放开 记者留期教皇一准 赵沛与花莲 采访报道 进行 开支